那么测试类这个地方呢 我们还是按照以前的这个测试的规则 我直接再复制一份 这地方叫TestSprim吧 然后GTBC template行吧 就是由Sprim来管理的这个GTBC template 这样的话我们在前面这个地方 先把测试环境给它搭建起来 然后之前我们做过这个测试环境 我们把它粘一下 是不是这段拿过来 然后接来 我们是不是要把肉道给它注入进来 所以把它粘过来 粘过来之后 这个地方改成什么 肉道 这个名字要和谁对应啊 是不是要和我们这里面的这个名字对应 对吧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把这个直接注入到这个地方来了 所以这个地方叫什么呀 叫肉道 这样的话每一个层次的对象都是我们注入进来的 并不会由我们自己去主动的创建 这个就是很典型的 这个叫什么 控制反转 是吧 好了 这样的话我们来测一下它的这个 save 测一下save的话 这机器就好测了 把这个都给它删掉吧 然后我们在这地方就准备一个肉 然后等于 new肉对吧 然后肉点赛 我讲进来 我讲进来 肉啊 肉点赛 什么 R name 比如说那个 死不润 然后肉点 赛 没了 id自动生成的是吧 然后肉 倒点 save 是吧 直接调用刚才咱们倒层写的这个方法 是吧 然后别忘了把这个改一下 就是db properties这个数据库名是吧 叫死不润 gp1701 这不一样写 一会儿中滑线 一会儿下滑线的 行就这样吧 好了 这样的话 这个我们写完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测一下了 它这个tether save 绿了 这儿呢 是吧 这不就存进去了吗 那同样 那几个测试用力 都很简单 对吧 delete 看客应该能把这几个写完 delete的话 然后这个地方是 啥玩意 不要飞带泡 然后我们就直接掉了 是吧 绕点什么呀 delete 然后来个id 然后id的话就把这5删了 是吧 5 这没有异常 这有没有异常 这应该也没有异常吧 是吧 好了 然后右键删一下 你注意目前为止 咱们还没加数呢 是吧 正常情况下这一个层次 属于未来咱们service层 要调用的层次了 所以这个层次 肯定是要加事务管理的 这个咱们下场课会说 然后在这地方 没了 是吧 这个是delete 然后接下来是update 把这个复制一下 update 然后roro 这回再set一个 rid 对吧 rid的话我们 比如说给它改一个 4是吧 4啊 然后咱们把它这个 update了 掉update 然后这个改成4 44 然后运行一下 这咋了 我这写错了吗 my circle syntax error unno color id应该是rid 是吧 就等着呢 是吧 等一下啊 找一下啊 找一下这个实现类 rid 等好久了 是吧 然后这运行一下啊 好了 然后这地方就变成44了 是吧 这是update update完了之后 该get了吧 还有仨是吧 一起都给它测了吧 get get用哪个 再写一个吧 真的 然后 那我那个叫什么 get by id吧 然后get by id的话 那就直接就到 然后 这叫啥 点 get by id 然后刚才有个4是吧 然后让它返回一个 row 然后咱们把它打印出来啊 sysout 然后row 然后直接写一个什么呀 tosgen是吧 不快吧 这块操作的 因为这都很简单了 是吧 咱们就验证一下 大家应该已经能想到 它的结果是啥了 对 哪去了 测试呢 这儿呢是吧 然后运行一下啊 错了 没错 这有了是吧 然后接下来list list的话是 是get 什么来着 out是吧 然后这个地方改成get out 然后我们给它返回一个list 然后入list 然后把这个 依然是给它打印出来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是getout list就有了是吧 然后接下来呢下一个 是什么 是什么 count是吧 叫啥来着 那个名 get 我先沾一下 这个是吧 叫get totalcount 然后它的返回值 是integer integer int 吧 哎 integer 啥来着 忘了 就count 然后把它打印一下 然后运行一下 四条是吧 就是感觉这回做起来好像很简单 是吧 也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内容 就专注于处理我们的增删改查就行了 好了 这块就是整个这块的增删改查